渡轮依靠上轮渡站 乘客立刻下船 这时清洁人员也立刻上船进行清洁消毒 针对乘客会碰触到的楼梯扶手 栏杆和座椅 都加强的擦拭消毒 船一到就有两个人会上船去做清销 包括就是栏杆的部分 只要手会接触到的 他们都会用清洁液 消毒水去给它擦拭过 而在场站里 清洁人员也会针对验票机 每班船擦拭一次 乘客部分也会严格要求戴口罩 良额温和实联制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清销的动作上面 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那请大家放心的搭乘 会提升渡轮的防疫等级 主要是因为高雄港出现去人者 虽然去人者当的是高雄港交通船不是渡轮 但由于骑进渡轮是骑进往来高雄的重要交通工具 高雄市轮船公司还是加强船破场站的清销以策安全 我们现在都禁止说你在船上脱下口罩用东西 或者对谈都是不行的 我们的人都会上前去制止 高雄港出现确诊个案 也连带影响迄今和古山哈马兴的游客数 排班计程车一天再不到几个客人 面对疫情恶化越来越悠心 不过面对即将来临的春节廉价 搭船前往骑进观光的游客势必增加 高雄市轮船公司会持续加强清销 请前往骑进观光的游客放心搭船 记者张世民赖昌邦高雄报道